我覺得我今天說的東西非常不適合 就是組裝機了 而且還要是Razer VG的觀眾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一說到機箱 相信大家都會想到不同的大品牌 但如果Razer也有出機箱的話 你又怎麼看呢?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拖文學生分別有兩個尺寸 ITX和ATX 影片的話,我們會集中說ATX的版本 雖然Razer算是第一次出機箱 但也可以看到它的設計上是以簡約為先 兩邊的玻璃執法用到按壓式活門開關 而機面就用到很簡潔的平面 配合一個會發光的蛇仔 logo 在外觀來說就很有某些品牌的感覺 而同時之間就有滿滿的信仰味道 這個這麼簡潔的空間 其實都可以放360排或者280排 可能就這樣看樣子未必覺得有什麼特別 但打開機箱之後就別有洞 在底的硬碟位就用了前刷的設計 是這個很多以簡約為先的機箱來說 這個設計就可以方便整天要換硬碟的人用 除此之外,這個硬碟也可以向左右移動 而且下面的風管還有風扇位 給大家加強抽風的能力 這些都是最近輕花的設計 不過要講最貼心的話 就是它的底部的隔塵網 它就會用到引風口的設計 直接由機箱的前面抽風進機箱裡 作為一個ATX的玻璃箱 除了前面的入風口之外 頂和後面的部分都有一個抽風位 支援最多280mm的頂抽風位 表面有一個防塵網 可以減少入塵之餘 同時方便拿去清洗 而且這個空間也是足夠放水冷 原因就是它有不同的風扇擺位 可以避開一些很膠的主機板設計 最後就是後面的部分都可以放得112cm的風扇 同時可以調校位置,減少頂排的問題 如果大家想買DIY的水冷都是非常方便的 比起一般的ATX商量來說,TOMAHORS的外型會大一點 但是它是不能用直立式的顯示卡 所以可以放高於12cm和38.4cm長度的顯示卡 就算是怪獸卡來說也足夠了 另外這麼大的機箱當然在走勢上也是非常方便 打了另一邊彈的玻璃就有驚喜了 大家就會看到它裡面是一個分隔倉的設計 就令到平時暖到吐的後背板突然都井井右條 I like this design 說完一部ATX之後,我們也同場加認ITX的版本 它這款ITX跟其他大牌一樣都是用到類似A4-3的設計 同樣都有左右兩邊的玻璃側板 利用SFX火候的優勢底下 整個箱可以放到長身的顯示卡 甚至可以在頂上安裝到200mm的水冷排 同時前後以及底的地方都可以安裝到風扇 以RTX商來說,這個散熱都相當出色 兩款機箱的Io其實都非常吸引 除了有兩個USB 3.0之外,還有一個C頭 加上一個完整的Audio Io 要有的東西都已經有了 說了這麼久,我們都沒有說到整個商的重點 就是RGB 不論是大箱還是細箱,底部都會有兩條燈條 可以配合Razer、軟機做調整 當然可以跟自己的產品做一個同步 如果大家買了Razer自己的燈條 配合其他會發光的硬件 其實不靠風扇的RGB都算有不錯的效果 最後就是SOSO這台機的設計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看完這些產品之後 相信大家對這個箱也有很多認識 我個人覺得這個箱是相當不錯的 不論它的外觀或內部的結構 都是非常人性化 而且是美觀的 不過以它2,000元來說 粉絲們覺得怎樣呢 不過對我來說,ITX的版本是相當吸引的 因為它的設計上有很多把風扇 如果以散而均先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好,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對這些組裝機有興趣 不妨訂閱我們 因為今個月我應該有幾部機要齊 就這麼多了 好,我們下次再見 明天,明天